哈啰哈啰好久不见快进来 这个房子呢是我来福来宝的时候看的第一个房子 整套房子呢一共52平米 一室一厅一厨一卫 然后带一个地下室还带一个车位 其实这个房子最吸引我的地方 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 它离火车站就三分钟 然后到市中心也是三分钟 然后去我的学校就七分钟 然后周围呢也都有公交车站 电车像超市啊什么的 就过一个马步就到了 所以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那我们进去继续看一下这个房子 进门过后的右手边呢 这边呢是一个穿衣镜 我平时出门的时候可以在这边照一下镜子 然后冬天的时候回来的一些外套呢 也可以挂在后边 再往里边走呢就是几个小台阶 我觉得家里有台阶就是不好 我已经在这个台阶上磕磕碰碰碰过好几次了 但是我还没有摔倒 我觉得我应该迟早会摔倒的 台阶上来过后呢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鞋柜 鞋柜呢也不是特别的大 就上下两层 这个大小对于我来说呢也是已经很够的了 从楼梯上来过后呢 这边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客厅 我把客厅的一分为二了 前半部分呢就是我平时看电视剧 然后看电视的地方 后半部分呢就是我平时学习的书桌了 因为那个楼梯的原因所以说把整个客厅是稍微往上抬高的那么一点点 虽然说它是一楼 但是呢因为它这个玻璃非常大 所以说采光效果也很好 而且弗莱宝这个地方一年365天 我觉得300天都在出太阳 这边呢就是一个八格的柜架 这个架子呢其实可以说是能够反映我这个人的爱好的一个东西 就下面呢全是我的学习资料 上面呢就放了一些我这几年的传记吧 一些护肤品和化妆品 就是真的是买不完 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买了 前半部分呢就是客厅 后半部分呢就是我的书桌 我平时呢就在这个地方看书学习 这个书桌对于我来说有那么一点点小 我个人感觉啊因为我有些时候放东西感觉都放不开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资料太多了 书桌的话对于我来说一定要特别特别大才给我学习的 在书桌的左手边呢这边呢就是我的厨房了 刚好说到这呢我冲一杯咖啡 今天早上还没有喝咖啡呢 这边呢就是我的厨房了 虽然说厨房看上去有那么一里面小 但是呢对于我自己一个人来说呢也是够够的了 左边呢是一个很大的操作台 在这个操作台上呢我们干好多好多事情 我们切水果泡咖啡做早饭 然后整理从超市里边带回来的一些东西 把它放进冰箱什么的 所以说这样子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操作台真的是很实用的 操作台的右手边呢就是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厨房的小空间了 下面呢就是我的烤箱 然后炉灶 还有抽油烟机这些都是有的 从厨房出来过后呢我们就去看一下厕所吧 厕所呢就是在客厅的外边 从客厅这边的门走出来的过后呢 这边呢就是厕所了 虽然这个厕所呢是整套房子里边最小的一个空间了 但是对于我自己一个人来说的话还是够的 这边呢是浴池还有淋浴 洗脸池然后马桶都是有的 这个房子呢特别搞笑 一看就不是给我们矮个子设计的 我根本就看不到上面的镜子 所以说我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镜子 垫起来垫起来垫起来看 所以我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镜子 我能看到你哦 从厕所出来过后呢往下面走呢就是我的卧室了 过后呢房间呢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些家居呢都是房东之前就已经准备好的 床呢是两米成两米的大床 这边的床头柜呢就是放的是 我睡眠经常会用到的睡眠喷雾 睡眠精油护香气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睡眠对于我来说 有些时候还比较困难 特别是到考试之前的话 我一般十一点钟上床 两点钟才睡觉 因为满脑袋全是指使点 就睡不着假 在床的对面呢我有放一个衣架 这个衣架应该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 就是在衣家买的 然后上面呢我就挂了一些我平时会穿到的家居服之类的东西 然后可能因为这个房子呢是一楼的原因 所以说呢它把这个窗户抬高了 窗户呢就在上边 但是它旁边呢有一个小窗户 我平时就是开这个窗户来收我的快递的 就这个样子的一个小窗户 再往里边走呢 这边呢就放了一个四斗柜 旁边呢就是一个衣柜 这个衣柜对于有些女生来说 可能会稍微小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完全已经够了 我所有衣服呢都在这个衣柜里边了 这边呢就是放了一些小的衣物 然后这个是冬天会用到的毛衣 上面呢就是夏天穿的T恤 然后再上面呢 我就是放了一些秋天会用到的衣服 这边的衣柜呢就是我放了一些冬天的一些外套 还有羽绒服之类的 下面呢就是牛仔裤 再下面呢就是床单和浴巾之类的东西 其实我在德国需要用到的一些衣服呢 也不是特别的多 因为我平时出去逛超市散步或者上学什么的 穿的比较随便 所以说大多数衣服呢都是以比较休闲舒适为主的 这套房子所有的室内的空间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室外的阳台 室外的阳台的面积呢还算是很大的 我有在阳台上种一些花 之前他们都有开的 然后已经过了两季了 所以说我就把花都给拔了 然后新鲜下去的它已经发芽了 后面呢就是我养了一些番茄 这还是我第一次养番茄 没想到就成功了 还是挺简单的 有一个这种室外的阳台呢 好是好 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 你就得变得特别特别的勤快 像春天呢就是地面上和桌面上就是很厚一层那种黄色的花粉 我今天打扫过后明天还会有 所以说我得不停不停的打扫 夏天呢这边呢就是暴晒 因为这个玻璃嘛所以说会非常吸热 所以夏天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窗帘放下来 然后秋天的时候呢就是马上要到秋天了 秋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落叶 落叶就到处都是落叶 然后我得不停每天都得扫落叶 不过冬天的时候呢 芙莱宝还比较好 没有那么冷 所以说不会有很多的积雪要需要我清理 但是冬天的早上呢我会在阳台喝咖啡 为什么呢因为醒磕睡因为很冷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下一次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